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4日的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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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昨天实在是因为前两天,过去星期六天 就搞这个研讨会,即是第一次在英国本土里面 有一个香港人的大型研讨会,针对香港的未来 针对香港人的身份,以及现在公民社会的破坏 究竟香港人的未来怎么走向这个主题 其实在未来的十年,相信香港都需要 或者香港人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需要一个很认真的讨论,究竟香港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究竟香港人怎么可以按着不同的角度去做一些事情 去令到香港公民社会能够重建起来 而还在香港的香港人必须要去保持自己一个安稳的状态 因为面对政权的不断打压,对于自由的收紧 大家必须要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状态 才能够在香港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这也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一件事 至于大家在海外,即是离开香港的香港人 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去凝聚自己的力量 凝聚我们香港人在19年里面的力量 承传的力量,将一切可以做的事情扩大 即是世界包围的 在研讨会里面,钟建华博士就说过一件事 就是说在香港现在不能够发声 但是当全世界的香港人在世界里面发声的话 这个是政权更加难以招架一件事来的 所以其实未来在英国也好,全世界也好的香港人 研讨会是可以将大家的力量聚焦 然后希望可以将它发挥出来的 昨天新闻室就因为我们的局处了两天 在周末的时候,所以暂停一天 趁机都交代一点点 就是过去612这日这么重大的日子 在全球各地都有一个612的集会 另外就是在伦敦已经有不同的活动 包括在Palmium Square外面的一个集会 大会宣称是有4000人参加的 4000人参加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照片 就是我自己的新闻传送里面出的 IG里面的照片都可以感受到 那个气氛,那个凝聚力 其实跟香港19年的时候 初段凝聚力已经差不多 也都证明在英国 但是在英国的香港人的力量 是非常之不小的 另外就是一场 就是伦敦Bethel Green的一场展览 就是香港的抗争艺术家 在Bethel Green聚集了很多 融合了很多的艺术品 亦都是19年里面一个发挥 因为19年里面创造了很多文算 而文算之中呢 我们可以发挥到很多艺术元素 是可以表达出来的 表达香港人的一些心里面 所希望表达出来的东西 那里面也有一个民主力神像 民主力神像 全球据称只有两个 而其中一个呢 现在是在伦敦的 这也是香港人在发挥不同的力量 可以看到就是集会的力量 以及一个艺术品 去讲出香港人的说话的一个形式 另外就是研讨会 希望将不同的力量 放在一起 好了612过去了 我们未来应该怎样呢 未有定案 但相信未来的一段很颇长日子 是需要大家继续努力的 但是在大家继续努力里面 香港究竟怎样去 令到 离开香港的香港人 都受到压力 这个一会儿会说 但是首先听的就是 梁振英 居然有一个新的言论 就用这个细菌 形容了这个外国势力 他就接受了党媒声道日报的访问 他这个说法 就说外国势力一直都存在 就是香港 香港人叫什么呢 香港人叫做细菌 容易被人有机可乘 他说 香港1997年以来 他觉得一定都存在这个细菌 他说外国势力一直存在于香港 形容于细菌 虽然大家看不到 但雙手充满细菌 要经常洗手 但香港人正缺乏细菌观 要防反外国势力 有人利用香港特殊性 引导年轻人走向和中国割裂 梁振英说 佔中黑暴期间 暴露出相关问题 如果香港深层志 世道性的问题处理得不好 恐怕之后更加也会出现佔中 国教风波等事件 所以就要正本清原 就说清楚基本法初冲 了解今天国际形势之下 就要防范些什么 否则就没办法发展民生、经济 香港亦都不断出事 梁振英这个说法 不知道告诉谁 但他这个说法 亦都证明了 现在要将这个所谓 其实不存在的 一个外国势力 将这个责任 归咎于香港人 香港人 好像AO党 AO党被田飞和港道成成一个势力 令到香港管车不好的 就是AO党 AO就是公务员 但梁振英说 这个细菌 不知道他所说的什么时候出现 但如果大家 如果他说这件事是真实的话 在1997年以来 香港就不会 有共同应对SARS 或者不会在2008年的时候 这个北京奥运 一个这么重大的团结 去支持香港 和中国的代表队 当时相信大家都还很记得 就是那个 身份认同上面 不会觉得自己 不是中国籍 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很大的讨论 就是身份认同 当然一直都很模糊 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就是你的身份是什么 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很大的政治讨论 也都未曾发生过 除了03年之外 03年之后 其实很多一段时间 也都刚才说的北京奥运 令到香港人的身份 没有那么惊向自己 香港人 可能你旅行的时候 你写Chinese 抗拒力都没有那么大 如果这个细菌 梁世英所说的细菌 一直都存在 是没有可能出现08年的时候 那样东西 如果这个细菌论 一直都存在的话 香港政府在过去的20年做什么 你想想 由董建华到曾荫权 中间为什么没有人提过 这个外国势力这个Term 是没有人提过的 1997年之后 如果这个外国势力存在的话 基本上香港政府是必需要 不断去提醒香港人 有这个外国势力 要搞分化 要搞国家安全 影响国家安全 危害国家安全 然后香港有很多反恐 好像现在香港警察社会 不断有些反恐的东西 就并不是由这个政府宣传 找李克勤唱 找陈维林去唱 那些什么《勇大机关法》 这些歌 是不可能这样做 那么基本上 怎样为之 梁振英所说的 一直有这个细菌论 是不成立的 所以他现在所说 梁振英所说的 这个外国势力 其实是建基于什么呢 这个所谓港区国安法 在2020年实施之后 2020年的7月1日实施之后 就强加于香港人身上 那么装这一套呢 好像战狼一样 根本就是一个战狼 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就用这个战狼的方式 就是去令到香港成为一个非常之危险的地方 从而去合理化这个警察社会的存在 至于林郑月娥自己也都在日前 星期六问责那里 港台 他自己也提回这个修订逃犯条例 引发这个香港大革命的出现 但是他就说 不认为当时政府推动修例有错失 那么大家都记得 当时林郑是道过歉的 但是他就解释回 因为当时只是解说工作做得不好而已 更加赖这些主事官员 他就说主事官员就没有认真解释 错失很多向市民解释的机会 又也说因为反对的一方 他的文宣工作就排山倒海 大家印象就是知道 在逃犯修订条例的初期 其实没有人提这个所谓外国势力 也都没有人提到什么颠覆国家政权 所以梁振英所说的细菌论 根本上是突然间创造出来 是他自己突然间创造出来的一个言论 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些pro-china 或者根本上是中共或者政权的言论 根本他现在的爬山倒海 刚才林郑就说是反对一方 就是我们的文宣 他现在pro-china那边的一些文宣 那些言论爬山倒海 就是因为要迎合 迎合所谓中国要去全面管治香港的一个公势 一个propaganda来的 所有东西都堆砌出来 令到香港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而配合现在再加上这个批斗式 文革式的批斗在社会上 原来这个分裂在香港将会是一个无置经的状态 而林郑月娥自己就说 社会上经常有人想挑拨离间 离间公务员和市民 公职人员系统当中的高层和前线人士 就认为传媒和意见领袖放大官员的言论和措施 令官员压抑个人潜能 未敢突破和创新 只是选择做好自己本分 他说社会上经常有人挑拨离间 其实挑拨离间的是哪一方 大家一定知道 根本就是这个政权这个政府 究竟哪一个令到这个香港 2019年这个反修例运动 或者甚至去到香港大革命这件事发生呢 根本就是政府自己挑动 人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和平团结的情况之下 要求政府只是做什么呢 是停止修例 将这件事各自 但是当这件事都不能够做到的时候 黄论2014年时候所说的准备双普选这件事 也就是说根本上没有想过 是没有想过 这个政权没有想过 给香港人双普选 这件事根本就是一国两制的调话 的謊言 的一个读破 而现在就是只是事无忌惮地 因为已经读破了所有的謊言 这个政权就是事无忌惮地 把所有的东西强加于香港人身上 全面管治就是这个答案 所以在这个这么强势 这么高压的状态之下 其实香港人是活在一个非常不理想的状态 但是可行的就是 香港人现在有机会 离开香港在其他地方 就重新站稳住脚 起码不需要在香港受到这么高压的状态 所以之前我们的一些讨论 就算有很大的争议也好 我们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common understanding 这也是我在研讨会上的一个说法 common understanding就是 大家在未来这么多日子里面 怎样可以做到一个不是共识 不是共识 可能我们未必需要一个共识 一个consensus 而一个common understanding去做未来的事 而用不同的方法做不同的事 可能它的目标是一致的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怎样做呢 我们就是需要继续去讨论 至于七一 未来来的一个重大日子 对于政权来说 七一这日究竟习近平会不会去香港 林郑月娥就说 我欠尽所能维持这个疫情稳定 今天创造领导人防防条件 就是香港疫情就根本上是一个谎言 去到今天来说 但是呢 就是香港又新增了七百多宗 数字来说多了 所以对于香港政府来说 可能压力的确真的大了些 那么他就说了 林郑就说了 两个星期以来 确诊个案就上升到七百到八百中水平 污水检测也都有这个阳性 另外维丰强检也有阳性个案 而港大所做的即时分析率的数字 也突破了二 就值得关注的 所以六月底就不会是强调 不会有这个放宽措施的了 那么究竟领导人访港 即是所谓习近平访港 究竟需要什么那么稳定呢 之前说的 就是要压缩到七一当日 它是不可能逗留过二十四小时的 即是七一当日 下来香港 然后立即走的了 那么可想而知 如果真的有这么紧逼的状态 香港当日会是一个什么社会 你想想是什么状态呢 是压着无声 根本是不可能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去一个领导人 即是习近平 不是领导人 习帝 来香港 然后在这个 搞酒会 即是相信有搞酒会 这样的那些 也都不会有访问的了 应该 除了在机场那个拨咪之外 如果真的下来的话 那究竟会是怎么样状态呢 会不会整个城市 整个香港封了 因为太危险了嘛 就是学梁振英所说的细菌来的嘛 当外国实力存在 一个细菌 在香港说那么危险 有什么可能要习近平 在这个空气当中暴露那么久呢 所以这个闭环式就很适合他们了 就是免受这个细菌污染 至于肖泽怡所说的 就是这个警务处长 未有领导人访问消息 就是说警方会总动员 就处理这个七一的活动 当然要包括这个特种部队 和便衣等等 就是香港很危险嘛 就是像他们所说的 以防任何人事 任何活动物件 确保这个安保行动卖目一失 肖泽怡其实都已经预示了 告诉大家 习近平其实来的机会是有的 如果不是 是没有什么可能 在没有习近平的情况之下 是需要出动那么大 那么大规模的警力的 还有反恐热线嘛 至今就说已经收到 1100个信息 部分更加要跟进 更加鼓励了 有市民看到可疑人士 要立即举报 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 究竟哪一个挑拨离间 哪一个挑拨离间市民 哪一个要做这个秘密警察的角色 很明显就是这个政权 而这个历史重演 纳粹德国的历史重演 在香港发生实在是难以置信 另外一样挑拨离间的 就是香港政府对于这个消费券的发放 如果大家留意 其实这是昨天的新闻来的 就说如果永久离开 或者有意图永久离开的香港市民 是不合资格领取这个第二阶段的消费券的发放 那这个是一个新准则来的 你想想 为什么永久离开 或者有意图永久离开的香港市民 就不合资格领取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政治歧视 或者其实根本上你是不当这班人是自己的人 同时间就说新来港人士是都可以领取叛额的 同时间说这个新来港人士都能够领到这个第二阶段发放的消费券 如果不属于新来港人士 但是有条件成为永久居民的香港居民 都能够受惠 可以获发半额五千元的消费券 这个是一个crazy的行动来的 就是你要将这班人 你要将离开香港的人 就是分开令到他们不承认 基本上是不承认他们的香港人 因为他的合资格条件就是 香港永久性居民 而这班人本身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但是意图 当你有意图去成为 即是永久离开香港的话 都已经立即不合资格 这个是非常evil的行动 政府考虑的是什么呢 市民在19年的6月18日 去到22年的6月12日 是不是一直都不在香港 而且是没有特定原因的 以及是不是曾经以永久性离港为由 提出申请65岁之前提早领取降资金 或职业退休计划的利益 这个是非常之矛盾 有各样东西炒了 炒完一碟 第一点就是 当英国来说 香港政府就不承认BNO 即是连这个旅行证件都不行 所以香港人 乘搭飞机离开去英国的话 而你有的BNO visa 你是不能够用BNO 来离开香港 因为他不承认 你只能够用这个特区护照 但是你只能够用这个公司 也只能够用BNO visa 去申请提早领取MPF 那这班人就用合法途径 用特区护照离开香港 但是你又不承认那样东西 那怎么会是永久来说呢 根本你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 另外就是 如果你说BNO visa不能够提早领取更值金 你指示了 即是说如果你提早领取更值金 即是一个合理的理据 为何这班合理的理据之下 是永久来说也都拿了MPF的人 是不能够拿这个消费券呢 究竟这个措施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呢 这个措施背后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欢迎这班 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香港的香港人 这个是 你是将这个民族 即是如果香港人是一个民族的话 你是将这个民族完全分隔 即是包括就是令到香港人的身份 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 另外他要去favor 这些新来港人士 即是包括可能是大陆的人 即是中国的人 来到香港立刻有钱收 而这班人离开香港的 对不起了 你没钱收 因为你不是香港人 这个是香港政府 一个非常邪恶的举动 所以说哪个挑拨离间呢 哪一个是细菌呢 大家心中有数 好 好了 香港的事呢 即是非常愤怒 即是说香港的事都非常愤怒 那说说英国了 英国的时候都很多新闻 有一个久前不下的问题 就是北外议定书的问题 政府在五月的时候 开始吹风 就说要去修改 北外议定书的条款 废除北外议定书的条款 如果之前没跟开 有一集我专门讲 新闻室专门讲 北外的问题 可以找出来看 今次北外议定书 政府周一 即昨天抛出了立法的方案 尝试修改条款 而北外议定书的背景 就是因为脱欧 因为北外硬边界问题 最后欧盟同意用北外议定书解决 即是英国的货品 就需要在北外 即英国本岛的货品 就要在北外设置一个关口 就先在北外关口检查 从而在北外 就运到欧盟国家外尔兰 但也都因为本身的 北外和平协定 北外的货品是要自由流通的 不能够在外尔兰和北外有一个关口 所以北外议定书就是解决了这件事 就是北外和英国本岛有一个关口 但争议就是在于 因为北外的统一派 就不愿意出现 不愿意见到北外 就和英国本岛有这个硬边界 所以北外行政院一直都未能成立 即是北外的一个行政上面 或者政府上面出现了一个圆空的状态 英国政府昨天的一个方案 就是设了这个红色绿色通道 就可以舒缓北外和英国本岛货物的关口检查手组 但欧盟当然非常不高兴 因为你是要单方面去废除部分条款 或者单方面改变这个协议的现状 大家要明白就是北外议定书是成为一个国际法 因为是脱欧协议里面的一个条款来的 即是说如果英国现在突然间单方面改变的话 相信是不可能成事的 只要欧盟都需要同意去修改才能够成事的 那这个方案是怎样呢 那绿色通道是做什么呢 就是说由英国本岛 即是英格兰 苏格兰和威尔斯 去运去北外的货物 而这些货物只可以在北外里面使用 就会用这个绿色通道 就是废除所有的边境检查 而那些博物就会减到最低 那就是说那些肠呢 如果你在英国 即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些肠或者肉呢 或者奶类呢 你在英国本岛就运去北外 而北外就自己吃这些东西 喝这些奶的 就不用关口查了 但是如果这些货物呢 是会在北外出口去外尔兰 或者安盟其他国家的话呢 就需要在北外这里 就先做这个关口检查 从事就保留到北外议定书的要求 这个似乎就是英国政府觉得 是能够三方面都满足到的一个新的方案 蔡惠斯就说 今次方案合理和符合了法理要求 运作上都可以解决到北外的问题 而英国也都只能够透过谈判 才能够成事 但前提就是安盟愿意修改 刚才我说 前提就是安盟愿意修改协议 但是欧盟现在是不愿意的 不愿意到怎样呢 就是不愿意到将会重启去年三月的法律行动 指控英国延迟履行协议 和没有充分和欧盟分享数据和资讯 除了欧盟字之外 德国和意大利都发声 德国书尔茨就说 英国采取行动 违反欧盟和英国所签的协议是会后悔的 而且有关方案都不合理 因为欧盟委员会已经作出多次的冒实方案 而意大利就说 英国的方案令人忧虑 所以变相英国拒绝遵守国际的条约 刚才说乡抢那些是很重要的货物来的 对于北爱来说 所以北爱的统一派就表明反对 但是有一个所谓的合议 就是因为在刚刚五月的选举 其实新分党就已经成为第一大党 新分党就是支持本身北爱议定书保留 但是北爱民主统一党就是反对 所以北爱行政院就不能够成立 而统一派究竟他的意见是怎样呢 他就说如果这个北爱议定书继续在 其实就变相令到北爱和英国有个边界 等于是踢出了United Kingdom之外 因为如果你是United的 那为什么在北爱就有这个关口呢 就是说不是自己有 这样的意思 也都是根据这个欧盟食品安全规定 冻肉的制品是不得由非欧盟成员国 进口到欧盟的单一市场 所以英国也都没办法送这些香腸去北爱了 但是这些英式香腸 对于北爱和爱尔兰来说 是一个家常的食品来的 所以这个那么core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另外就是牛奶和蛋需要检查执行的限期一拖再拖 刚才说为什么由去年三月的法律行动再次重启呢 因为已经延迟了很多时间去执行这个北爱议定书的内容 就是由去年六月三十日到期 再延长到去年的九月三十日 但是英国和欧盟一直都没有共识去怎么解决这个证断 而去年十月的时候 欧盟就抛出一个方案 就说希望可以减少英国货在北爱关口检查的行政工作 但是英国在五月的时候拒绝了 就令到这个方案或者这个情况 就陷入一个胶着或者几乎是一个恶劣的状态 而去到今天六月十三日昨天的时候 英国就抛出了这个新方案 听到这个红色绿色的通道方案 又真的可以解决到的 但是前提就是如果这个欧盟不愿意谈的话 这个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 否则就是英国单方面去撕毁条约 所以究竟欧盟能不能够在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为了这个全球陷入一个危机或者通胀问题 可以在这个北爱问题得到一个解决呢 就是时间上早的 但是希望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一次 令到这个这样的危机可以解决 但是英国面对危机就不单止北爱问题 而北爱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的话 苏格兰独立的问题也会继续升温 而刚刚苏格兰独立议题再次掀起讨论 首席大臣施雅晴提出 如果要维护苏格兰民主的话 是必须要在没有获得英国政府去可知下 就是搞第二次的苏独公投 施雅晴说法就是说独立不一定是等于成功 但是呢 苏格兰是应该有自决的权利的 就是被苏格兰政府可以不受西文工的弱冲 就不会再被没有份投票的西文政治 牵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 现行规定下苏格兰要独立公投的话 必须要先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 施雅晴说法就是说 任何公投都需要用这个合法的方式进行 苏格兰政府正在研究中 如何在没有这个Section 30 order的情况下 举行 Section 30 order就是需要约翰逊去做这个决定 批准了才能够去做这个公投 施雅晴说自己随时准备好 跟Boss Johnson讨论有关的规定 但是面对这个危机其实是几面夹攻的 首先北岸问题已经搞到头都大了 但是加上这个输毒的问题 即是公投的问题 政府就立即迅速拒绝了施雅晴的呼吁 首相府就说了 英国政府立场就是 现在并非讨论再次公投的时机 而相信苏格兰人民期望他们的政府 可以共同努力关注全球生活成本上升的挑战 欧洲的战争 和他们对家庭和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 的确是 现在这个情况是全球的critical moment 因为这个乌俄战争到现在百多天 实在未有一个解决的现象看到 但是油、食品全部上升通胀 各国加升 这个危机绝对是大家要承受的一件事 如果苏格兰公投真的在现在搞的话 相信英国不稳的状态会更加恶劣 究竟是否需要重解二次公投呢 施亚程之前说过其实没有人能够预计到的 没有人预计到英国现在面对的问题 因为脱欧 即是想想想 苏格兰公投14年 苏格兰公投14年 但脱欧这个问题在16年 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难探子 而现在因为这个脱欧问题搞到2022年都未搞定的 究竟可以怎样做得好些 这个北爱问题处理得不好 所以刚才说就是 为什么如果北爱问题搞不定 北爱那么大的反弹 苏格兰独立是会有很大的呼声 而施亚程就说 如果14年就知道英国会搞成这样 毫无疑问苏格兰人是会支持独立的 期望下年的秋天之前还在公投 但是如果知道脱欧搞成这样 英国人会不会支持脱欧呢 这个也没有如果 如果在14年的时候 苏格兰人自己拒绝了苏格兰独立这个问题 所以波罗双神都说 14年的时候已经回应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苏格兰人当时有这个consensus 就是说有这个答案 有这个答案就是继续留在英国的 不是独立的 也没有如果 就是这14年之后突然出现一个脱欧问题 怎样如果发呢 所以就说如果大家知道脱欧搞成这样 就一定不会支持脱欧了 所以卡梅伦这个蛋摊子 现在继续在吃着 你想想 就是16年吃到现在 这件事我们来到英国之后感受更加深 因为我们当时在香港 其实未必感受到 也都不知道问题的精结在哪里 但现在很多香港人来到之后 相信都感受到为什么那些人 或者会有这个看法 更加有反对党就说 苏格兰 NGS 就是情况严峻 就是等候 轮候情况严峻 如果这个时候再搞几百万磅的公投 形容这个方案 就是一个可知的决定 当然啦 我绝对大家 香港人很明白就是那种感受的 如果受到一个 他们不觉得是好的政府 去管治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很明白这个感受 但是不能够一概而论 香港人面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 而苏格兰面对的就是英国政府 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但是大家可能会知道 或者有少少觉得明白 他们为什么需要搞这个公投 好了 这个北外问题 再加这个苏格兰独立问题 就是未有答案 但是这个非法入境者 运到盧王达 似乎有些答案 就是因为今天预计手班机 就是遣送这些难民 就是非法入境的难民 就是会去到盧王达 那手班机今天就会起飞了 其实那个争议非常之大的 之前联合国都已经说了 就是不合这个人道 但是现在 即英国的反对这个计划的人士 都已经去法院 提出了这个司法覆核 但是法庭 周一就已经驳回了这个申请 因为法院接纳了内政部的说法 就说符合这个公众利益 所以批准了这个手班 就会去选送的航班就起飞 今天预计会有七到八人 就会被选送去盧王达 但是呢 就未完的这件事 法院下个月就会考虑政府的政策 是否合法 如果这个计划 是被裁定为非法的话 被选送的人可能会由盧王达 回到英国的 所以反对人士就期望了 法院在最终判较之前 就暂缓这些飞机起飞 而工党就说 这个做法非常之不英国 非常之不英国 英格兰教会 英格兰教会去上这个 Times 形容这个计划是不道德 也令到英国蒙羞 为什么呢 就说因为被驱逐那班人 去到盧王达 是没有机会上诉的 没有机会上诉 也都没有机会 跟在英国的家人团聚 但是英国今次 对于这个计划 就记得很硬 波商城今早 在这个内閣会议 就说 政府会继续执行计划 也都会遣送非法入境者去盧王达 并且他们会在盧王达 申请政治庇护 英国这个非法入境的问题 其实就是近两年 其实非常之严峻 就是这个法国卡来 去到英国的多佛港口 中间横跃英伦海峡的危险情况 大家都应该了解不少 也都曾经 就是因为上年一单沉船以外 导致相当之多人死 也都令到这个偷渡的问题 是再次掀了一个非常大的讨论 也都因为那个数量之大 英国政府才推出这个 这个盧王达的演奏计划 英国政府的解释就是说 就算几多这个航班 上面有几少人 都一样会起飞 因为这是重要策略 去打击犯罪集团 他就说这些犯罪集团 贩卖人口的犯罪集团 就是贩卖这些人的希望和梦想 而蔡卫斯就说 就算未来政府会面对几多挑战 法律挑战都好 是会确保被遣送的人士 在盧王达得到安全的未来 而今年年底之前 被送到盧王达的人士 数量将会相当显著 另外英国观众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 罢工问题 今个暑假会有多长的罢工 计之前这个铁路工会 就预告了21、23、25日 今个月就有大规模罢工之后 另外一个铁路工会 TSSA就说 已经通知了6千多个工会成员 或者一个行动 这个TSSA就要求Network Rail 就保证今年不裁员 不擅自更改合约条款 和争取按照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 合理加薪 据报道 7月11日就会结束投票 如果成功投票通过 最早就7月25日开始这个罢工 另外BA英行列都出现勞资九分 就说代表16,000个英行员工的工会Unite 就说公司违反了新疚协议 有97%成员支持罢工 工会资责 英行已经将管理层的薪金水平 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拒绝撤回疫情期间 向员工减薪一成的决定 双方曾经达成协议 就说公司决定向部分低薪员工加薪一成 工会也接受了这个方案 但工会就发现英行低调 就将招聘基层员工的年薪上调1,300磅 认为英行违反了协议 就声称没有资源向所有员工加薪 不过就有资金聘请新的员工 英行就说是误解来的 就说去年两年力尽艱辛 就虧了40亿磅 今年仍然会上调员工的薪酬 也都会继续就工会担忧的问题 就是公开和坦诚谈判 另外Ryanair也是 Ryanair警告部分西班牙机舱的FA 就计划6月24至7月2日为期六日罢工 或者影响英国来往西班牙熊班的服务 似乎通胀、生活成本上升、脱欧问题 都影响了后疫情的问题 都影响了航运或者公共服务的一个状态 首先就是要求加薪 但是之前英国政府的说法就是要求加薪 反而会令到政府更加恶劣 因为这些企业就要将成本转价给其他人 或者转价给消费者 那整件事是无限率的 究竟加薪能不能够在这个通胀 即不是一个普通的通胀 在一个不合理的通胀情况之下 做到那个好的效果呢 这个我们都不敢说 但是在员工角度 如果真的你那身就不能够承担你的生活成本 当然就要求加薪 这个真的相当合理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留意了 就是英国的罢工行动 都想暑假会一个很严峻的情况 但是严峻的情况呢 天气也是 这个礼拜呢 英国和威尔斯部分地区呢 就是会是非常之热的 亦都是礼拜五 就是今年最热的一天 今年最热的一天 就是会预计去到30度 那原因就是欧洲这个伊比利亚的热空气呢 就是影响到英国的东南边 那特别是呢 白五的话呢 伦敦的东南部 北伦敦和Cambridge附近呢 气温会升到32到33度 至外线和花粉水平呢 也都会偏高的 那另外呢 刚才说的那个通胀问题 或者加息问题呢 令到这个议息 就是联储局的这个加息的那个压力呢 是高了很多的 首先就是预计呢 美国会进取加息啦 投行高盛啊 就会预计呢 会连续两个月加息0.75厘 9月加息半厘 11月和12月呢 各加息0.25厘 那么如果高盛的预计是真的话呢 联邦基金利率 就会在年底升到3.5厘 至于英伦银行呢 也都是今天星期四日而升 那么预计央港有机会一口气加息半厘 令到基本利率呢 升到1.5厘 那么所以大家见到英镑对港元的水平呢 就是去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啦 曾经跌穿9.5水平的 而下午3点啊 也都是去到呢 9.46的水平 暂时呢 是今天的全日最低位 那么大家留意啦 这个英镑的水平啦 那个兑换的水平啦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现在似乎都是一个时机对的 那么啊 当然啦 我们就不是一个经济的专家 那所以 只是告诉大家 现在的情况呢 是去到9点多的水平啦 好了 今天6月14号新闻室到这里啦 明天我们星期三是没有节目的 星期四再见 星期四再见 拜拜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